兄弟们不得不说,AG有点狠 如今连教练都开始做轮换 却依次与依诺要去参加亚运会有关 同时,目前最有机会去的选手是花海 各大平台已经在给他更多的曝光度 而魏央则迎来一个坏消息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3月8日,AG官宣奶茶教练卸任 属实是让玩家想不通 因为第一轮奶茶教练的成绩合格 甚至差一点就带队晋级S组 如果不是第一场打,RW失误太多 估计他们已经去S组了 不过即使AG真去S组 奶茶教练还是会选择卸任 毕竟亚运会的冠军如果不去争取 很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并且,王者国际服与国服差距不大 加上国外战队的能力一般 这从试惯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那么,谁去执教或者选手去打比赛 90%的概率都能够夺冠 所以,这就是奶茶教练会选择卸任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与依诺有关呢 首先,依诺的成绩不如一针跟腰刀 其次手法跟稳定性也不如这两位选手 只能依靠奶茶当上亚运会教练 带一位选手去参加集训 一诺才有机会脱颖而出 然后就是,花海应该已经确定 要去参加亚运会 各大平台已经在给他做宣传 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 同时也就能确定亚运会与KPL的比赛不冲突 双方应该会把时间错开 不需要明星选手特意请假去参加集训 至于卫央就迎来一个坏消息 有瓜主爆料直言 卫央已经在联系K甲队伍 因为他深知在AG当替补跟退役 没有什么区别 为了自己以后的职业生涯考虑 必须先去K甲稳定手发才行 假设这个消息为真 那卫央有可能会被租借到K甲 但个人感觉这消息的可信度不高 除非卫央自己觉得竞争不过小春 那他真就成了下一个出臣 最终只能选择去K甲历练 然后看能不能重回KPL 只是现阶段没有办法去其他队伍打比赛而已 所以他要是想打比赛 好像确实只能暂时租借给K甲 等到下个转会期才能去其他队伍 最后问下大家一诺有机会去参加亚运会吗 卫央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出臣